哈囉大家好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注重我IG跟FB 好今天要錄的影片是 戴偶技術戴偶技術 戴偶技術倉斃了後續的鼓勢 好來吧 在序流空白世界 招惹是神秘光芒的銳化 期間受到龐大存在的感到 光芒重新享受 來吧 延續甘雜被中斷的使勁 存在搖滾過去 與未來緊密聯繫的歷史 空白世界再度注滿顏色 呈現出茂盛綠森之景 一條水龍以身風作遮掩 遠眺身中山坡處的建築物 那裡就是規則的距地嗎 被拐來的元首和妖精 想必都被困在這距地的某處 我一定要救他們出來 好 關卡 常被鼓勵體內的力量 元素流轉全身 釋放出銀霧 霧息漸漸消散 最後化成年輕巨男青年 常被伸展一下手腳 不滿意地揍起眉頭 常被習慣自身體 不過這樣就裝進 帶有混進的魅力了 常被抖鼠精神大步向前 前往規則距地 距地的帶有對周圍的一切無關 完全沒有以後窗壁 他雖然踏進進主屋內 以紅墓氣場的環道互相連貫 做出有寧供的空間 上面一時間步驟往哪邊走好 一臉蠻能力的後退 有時候他們到底在哪裡 上面沒注意身後 有時候前行硬生身撞路上去 對方跌坐在地上 喂 你說大鵝幹什麼 竟敢跌坐恩尼爾大鵝 看我不好好請教你 來襲襲我們一族規則 不 為了那 對 對不起 窗壁垂手 握緊拳頭壓抑內心的怒意 恩尼爾大 經過大人的事要請 你去過去 這傢伙叫給我來處理 我會讓他徹底明白禮教的 可是恩尼爾爾沒有離開 反而勞後心地打揚窗壁 揚起前面的微笑 好 你力從哪一組 欸 我 我是 OK 好 我們跳過跳過 出了出 自立 距離的窗壁自然不知情 交集的 而腳冒出力很過快 恩尼爾和歸著眼內的活力增加 眼看看麻木下去之際 一道輕人的男生想起 他只敢交入物理知足的問題帶 恩尼爾大了 恩尼爾大了 恩尼爾 恩尼聚毅的少年出現 攻擊力回答 既然這麼說 那就沒問題 好好知道他吧 足命 恩尼爾彎腰甲身 健身旁的槍壁人板子腰桿 伸出手 伸出右手猛 來壓住哈頭 強行使用槍壁鞠躬 只是恩尼爾和規則的身影遠去 踩上手 恩尼爾 真是的 心上常人家笑到停下來了 你為什麼要幫我 我怎麼眼睛在看你 救命恩能被殺 救命恩能 難道沒有好氣的搖頭 不客氣的指著 倉壁的鼻煙 真相永遠不會消失 只要你不放棄去追尋 一定能找得到 是誰說的啊 恩 我想起來 你是被那個火桿五花大盤 對盤不得攀石帶盒 欸 哪一個啊 我怎麼沒印象 好 下一關 長臂想起來很難 拉娜出自見面的情景 那時機械城剛封印不久 地面上的火紋開始移變 那時拉娜目警衝擊的規則 恩尼爾殺害同伴馬杜克的畫面 一直牽扯相信的神話被打破 無法接受限時的他 失控跑離距離 體力耗性下 爬到樹洞的渾水 只是傍囊巨響和抹捏震動 把他驚醒 這時 蘭娜撐起身 跑速速洞的仰手 發現天空被詭異的色彩所飄染 流動的空氣沉重的詭異 由於裝置於周遭的變動 蘭娜疏忽於地面的動靜 心地地面的火管純純欲動 並成功增幅大力的束縛 迅速流竄到蘭娜的腳下 怎麼會火管自己動起來 啊 脫不過去 好 火管趴上蘭娜的身體 並收緊起來 使他無法呼吸 缺氧的蘭娜 眼前的景象變得模糊 就快要失去意識之境 一道猛力衝撞過來 把蘭娜撞飛 從後最後由蘭娜大口大口吸氣 帶氣血稍順回走 被注意在眼前的水龍所嚇到 本身地鼓動蘭娜 水色的蘭娜在蘭娜面前 化成護盾 逼 逼過了 蘭娜抽起妖精的武器 直直水龍 對方沒有理會他 禁止以龍爪擊毀 剛才要攻擊蘭娜的火管 你冷靜點 我不會攻擊你 不過以我這個型態 似乎不太有說服力 等我一下 嗯 應該是這樣子吧 三畢打那蘭娜一盒盒 龍爪在空中畫成一圈 螢霧冒出包裹龍身 逐漸收收最後上去 水龍化成仿諾蘭娜青年 蘭娜 蘭娜 他名字好難念喔 這下子 我們應該可以放下心裡吧 我被被騙了 我們就先那幫機械組的爪央 我不會 嗯 蘭娜想放中攻擊 帶音訓吸來 故事傳來強烈的空腹感 下一刻有嘹亮的副名聲響起 咳咳 我去森林找些果實回來吧 槍壁青殼長冷下效力 那雙門出賣了他 這一切都讓蘭娜無力自擾 尷尬得滿眼彈簧 之後槍壁到森林一轉 摘了果實回來 二壞臉蘭娜沖過去 抓起果實大口吃起來 嗯 因為本事並不壞 只是被那幫機械組說死了 他們到處抹黑龜子大人們 我也是想撕吞母西大人 邊說邊吃的蘭娜 並果實上到 槍壁錯身清潘仔背部 蘭娜喘順氣敘說 總之你不要相信他們 他們在說謊 是嗎 槍壁以哀傷的眼神 神社看著蘭娜 站起來朝他生疏爽 那你願意跟我一起來嗎 來看清真相 我想知道我所相信的道理是什麼 好快轉 之後艙壁帶來蘭娜前往一個死洞 以後住了數十名寶石妖精花妖 每個妖精身帶殘缺 她立身指控龜子的惡性 蘭娜常反駁 但沒有到妖精有像寶石的武器 只能近身 被衝擊的事實所震撼 蘭娜馬然跟著 跟隨艙壁離開死洞 所以 我一直相信都是假的嗎 我不會被強迫去接受 你要選擇相信也是你的事實 不過真相永遠不會消失 只要你不放棄追尋 也一定能找得到 槍壁一躍飛至天際 蘭娜看著讓自由不受拘束榮影 隨便雙手緊握成全 這便是他們的相遇了 那天以後 我一直在暗中調查 龜子所做的事 終於發現到的真相 蘭娜搭上 傷臂的雙肩 眼孔湊近過去 真大雙目認真萬分地宣告 龜子只是 只是幫肆意侵略 他住玩弄生命的大混帳 竟敢玩弄 輿論我這麼久 讓我先掃花敬仰他們 我受夠了 你說要來打好他們吧 我也來幫忙 有什麼盡管說 有什麼需要盡管說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喂 不用笑這麼久吧 不 我們也惡意了 因為實在太有趣了 他被秩序因大廈而擠出來淚水 深吸一口氣 認真你回答 那我就不客氣了 請幫我找到被求 被求的元首所在地 嗯 找東西嗎 雖然我不上場 但我想他能幫到你 他 夜幕低垂 星光燦爛 這萬物 接進入沉睡的深夜十分 一名男髮青年悄然來到 到隱星城的湖前 那裡有名少女已經在等候著 青年警戒的殘生與樹叢 打算先監察少女 欸?人呢?明明剛才還在 你在找我? 哇! 本來助力 狐險的少女神不知鬼不覺出現 雙腳勾住素牙 整個身體倒轉垂到艙壁面前 被嚇到 也是理所當然啊 噓 噓 你聲音那麼大聲 喊 可會被發現呀 呃 嗯 對不起 他被雙手握住嘴巴小聲說 艾斯瑞無聲跳下來 波動披肩的秀法 助手偷足帶著爽力 你這是蘭娜說的文龍一組的倉壁吧 我叫艾斯瑞 我會帶你去規則牢房 多多指教 你也好 蘭娜也好 和我認識待會兒戒量不同 倉壁和艾斯瑞動身朝隱藏與森林的牢房進發 由艾斯瑞引頭指引倉壁前進 等等 欸 等等 前面不對勁 艾斯瑞掛掉妖間的布袋 掏出一束沙 拋向前方 上次長處光芒隨著燃燒 化成灰燼墮落之地 這是陷阱 對 是規則所示的術室障礙 不過放心吧 我連解除他的 只創拼一個艾斯瑞並破解陷阱 那艾斯瑞順利通過 之後陸續出現也被艾斯瑞採檢 不但破解陷阱 艾斯瑞總是早一點洞察到巡邏的帶偶 及早落到偶行 所以就讓艾斯瑞探偽光子 艾斯瑞 艾斯瑞的身手這樣負責日常勞動 那些龜水太沒眼光了吧 艾斯瑞未免在重導負責 被向蘭娜打聽有關龜兆和帶偶的基本資訊 得到的帶偶化分階級 向蘭娜便是身為最高級別的戰鬥主帶偶 這也是 何以恩也會記住他的名字 而日常勞動則是帶偶中最低的級別 只有帶人力差的帶偶才會被變進去 還有艾斯瑞所展現的人力叫艙碧亞裔 其實我本來是身為戰鬥主之下的偵察主 但因為某些事而被貶至日常主 有些事 說起來可能有點長呢 我不介意 因為我希望能了解你們 對阿龐貝 但當時是你不過我的敵意向我伸出所 這次輪到我了 那是關於一個我每天都想起的人 到這個時候你還有閒情意志問人家過往 還不趕快去救你的同伴 好 下一關 嗯? 青鑲圈藍邊視察馬娜 馬娜有這種狀態 還要定檢 監察機械組的行動嗎? 在櫃的距離內身為戰鬥主的帶吼艾斯瑞 拿著記載命令的卷軸翻看 但當作令他背著裝備滑下來 唉 這裝作重死了 艾斯瑞正聳先背好裝備時 突然覺得背部變輕鬆 他感到期待回望對上一張笑臉 奧如拉 艾斯瑞驚訝裡低呼 對方得意的揚一揚眉 自然拿起艾斯瑞的裝備背到身上 完全不見了一絲吃力之感 你今天不用出戰嗎? 不用喔 最近很少出任務 空閒得很 便來找你一起出 出去做偵查任務 這些女生吧 基本上艾斯瑞身為地位最高的戰鬥主 以致連資最高的帶吼 他卻一點價值都沒有 太好了 有阿蘿拉在 我就可以放心了 跟阿蘿拉一起過著和平的生活 我就很滿足了 可是艾斯瑞的祈願卻無法實現 在某些戰鬥任務中 艾斯瑞找不到阿蘿拉的身影 便詢問於阿蘿拉 阿蘿拉 友好的戰鬥主 帶有史納莎 史納莎 你到處好了 阿蘿拉呢? 然後史納莎 並沒有回答 本來疲憊的臉 臉 臉 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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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他跑去別處行逛了吧 史納莎? 不同 艾斯瑞 他 他 已經死了 不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他可是最強帶吼 他怎麼可能會死掉 我要見他 他 阿魯拉 他動作結束後 並開始全身軍裂 化成成土消失 什麼也沒留下 你在胡說什麼 阿魯拉不單死掉 他連絲綜都沒有 直接消失 這 根本不可能 艾斯瑟的身體開始一直到四死 雙眼湧上淚水滑入眼頰 身體無力也貪軟下去 不停站躲著 只要他健壯也難以致死 不斷的抽氣 善險抱住壓抑不住痛苦的艾斯瑟 我也無妨相信 但阿魯拉確確實實在我手中 哭久消失 我什麼也做不到 不要 我也拿最後一面也見不到 艾斯瑟拼命搖頭 想要他的話語打破他最後的防線 他只能放生痛苦起來 直到他心聲再無法附和 哭混的過去 想要這時發現自己身處在醫務室 事實在悲傷的愛動依舊存在 但他終於明白到 阿魯拉的死不可改變的事實 阿魯拉 雖然他的死守不在 但至少可以拿回他的遺物吧 艾斯瑟的下場走出遺物室 詢問在走路上負責日常事物的雜誼主代 得知阿魯拉的所有物品 被送到桑朵的第十號倉庫裡 艾斯瑟走進倉庫 木架上擺放了許多不同物品 但他一眼便找到阿魯拉的全套 阿魯拉 你可不可以珍惜一點用呢 我可是很困擾阿 這聲音是經過大人 下馬西大人也在 快樂 他們在倉庫裡做什麼 艾斯瑟觀察見到他們將某東西運到四樓 被好奇心征服他 待歸者離開後來到四樓 企業的房間裡 堆放許多距離白布過出的物件 這是什麼 艾斯瑟掀開腳下的物件白布 然後被嚇得整個人跌倒在地上 是戴爾 而且全身都出現巨念的紋路 所以 這裡全都是戴爾嗎 戴爾嗎 下馬西 等等 忽然一道飾驗室消防船來 恩利爾 你怎麼來到這裡 一定是經過那個交口告訴你了 那些生命衰竭的戴爾都放在這裡 只能等死 實在太可憐了 求求你 不要再用法陣征服戴爾的力量了 怎麼可能 不像做他們只不過是吃堆沒用的廢物 但那樣 可是他們要生命換取 所以 以他們的肉體 最後只能承受25次到50次的力量增幅 一旦超出現界 他們肉體便無法附和 而聚烈崩解 什麼 所以奧魯拉 是因為這樣而死的嗎 可 可惡 雖然艾斯萃被憤怒萬分 但聲明百萬一被夏瑪西發現自己斷不能活命 所以只能強忍下來 只是夏瑪西他們離開才迅速離創下樓 最後艾斯萃找到史納莎 但我也加入 我不能放過 害死奧魯拉的他們 可是革命還沒開始 並開始負重 夏瑪西不知為何得知到消息 把史納莎抓住 進行懲判 史納莎 告訴我 除了你之外 還有誰參與其中 這是命令 夏瑪西的話語 出了這種潛逃於史納莎的術士 誘發而出的恐懼 洗向史納莎 史納莎全身站著不已 夏瑪西的身影 張在眼裡 竟然是無比巨大 我不會屈服 奧魯拉 不然你力量借給我 史納莎用盡全身力氣 對抗絕望的恐懼 抬口看一下夏瑪西 這一切 都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主意 艾斯萃只受我威逼 才不得不從而已 是嗎 那廢棄史納莎 叫他 掉到 罪惡之牙下 而艾斯萃則掉到日常組 立即生效 不要 史納莎 可是被恐懼支配的艾斯萃無法阻止 只能看著史納莎被帶走 永遠都不能回來 這就是我的故事 真巧 我們也到了 這也就是規則送那囚房的牢房 過去王室如煙消散 回料留下了遺憾的現在 艾斯萃引了艙壁 避過帶偶的監視 潛進牢房裡 很快被找到艙壁所尋 被抓走的元獸 以及其他族群 大家放心 我是文龍一族的艙壁 請你們再等等 等我準備好 你的同伴就會前來營救你們 太好了 謝謝你 不 要戲的話就向他答謝吧 要不是他和他的同伴幫忙 我獨自一個恐懼無法來到這裡 不 才沒什麼帶不了 我根本沒什麼也做不到 那時連史納莎都 還來累計 現在有我在 還有元獸和其他族群的幫忙 一定能倒打那份規則 這樣我們待會遠重獲自由了 我也可以倒打規則 喂 艾斯翠 你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她怎麼忽然尖叫起來 而且那樣好像尖叫什麼可怕的事物 她天天的舒適啟動了 征服了她的恐懼 一把女生從老婆的深處傳來 身邊抱一些艾斯翠警戒的防則 你是誰 你有什麼企圖 別管這個 快大案過了 這部組長 她的精神被抵受不住 這 雖然很可疑 但現在沒有其他辦法 就獨一把吧 身邊抱著阿西翠走進牢房的鏡頭 結果藍珊封印住一名粉色賀夫的女子 她伸出食指 在多數著艾斯翠面前畫出了圓 柔柔光芒亮起 緩和艾斯翠的症狀 她栩栩沈睡 這樣她就沒事了 這麼近 加強恐懼的正事 難怪 只不過說出叛逆的話就發動 你為什麼這麼清楚 這不是成為待會能夠知道的事情 因為我不是戴偶 我是寧虎爾薩格 是創造這些孩子們的規則 寧虎爾薩格 咦 創造那些戴偶 為什麼做出這王公生命的事 那是 一切都是我太軟弱了 無法圍抗像馬西 時間回收至 夏馬西與機械主委母母 發生爭執不久 旁邊都是為尋求和平而來 那醜陋的東西竟如此厚言無辭 一而在載河山的派施子過來說像 實在太煩了 夏馬西 但明我們的確無法把母親拯救出來 何不與他們合作呢 我和那個死人搖過 那種擁有豐富的知識和敏捏巧思 或許我們可以共有 夏馬西毫不流行的攻擊 林虎爾薩格 綠色指責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別在我面前再說出這種話 否則 下次不只這樣變了事 是 既然我們沒有足夠的勞力挖出母親 那必須要知道工具 知道好美樣的工具 不可以 竟然有為我們 這是我的決定 不要我再多說一遍 正中操作房間內 在地面畫有數十個 十數個法順 這東西擺放得經過一堆圖 但是還是這個世界 包含瑪娜的領土 再混入不同指定材料而成的生命核心 林虎爾薩格仔細檢查 每個正式以及生命核心的玩卡 這張查核終於滿意 點頭只會在場規則就位 瑪娜 請求你賜給我們力量 贈送祝福和順便給我們 贈送祝福和順便給我們 尼虎爾全程一來 和睦鼓動力量 褐色皮膚上 浮現數個閃耀金冠滑陣 前兩櫃子予隨著跟隨 一時間光芒填滿這個房間 一期過後光芒退去 在正中心的土耳 全數變成嚴謂五歲的孩子 孩子的性別和模樣各自有異 唯一相當的是他們天真無邪 緩視視蹤 對自己忽然誕生的這個世界感到好奇 帶偶完成了嗎 嗯 首個步驟已經完成 接下來每七天會以舒適 交出成長 逼克魯所需之勢 約三十天後 便會是成年體 分明這幫帶偶反抗我們 比光芒要將恐懼植入他們靈魂裡 只要讓他們一直信奉我們永遠不滅 那麼 就不會違反我們 明白 然而製造帶偶的過程並不是每次都那麼順利 有一定的機率中 帶偶無法承受術士的刺激暴力而死 與帶偶有著親密關係的 靈魯虎爾薩格經歷了多次失敗後 心情中的崩潰 放棄製造帶偶 這就是畫面的理由而誕生出來 那有我們一組的規則 我明白了 你不願意做沒有關係 像馬西換來明教經過的規則 他準確無物理重現製作帶偶的步驟 這讓狐狸 呃 靈魯 呃 靈魯爾薩格 難以自信 這想爭光下去 像馬西全命其他規則把 靈魯爾薩格帶走 並求在這個牢房裡 這就是我被困在這裡的理由 這原因 抱歉 神魯也不知道 剛才是這樣指責你 不 你罵得不對 是我們的錯 讓這個世界陷入不幸 別放棄 現在已來得及 只要我們團結起來 就能打打龜徒 拯救帶偶們 可是帶偶們 都被植入征服恐懼的術室 只要龜徒說出命令 這時便會啟動 你們無法反看恩利爾的 那就找方法消除他吧 既然有植入的方法 那一定有出去的方法吧 這 不是那麼簡單 不然 忽然分套腳不勝傳來 牢房外傳來 吵雜的呼喊 牢房被不明生物入侵 包圍從頭出口 不要讓這裡面的入侵者逃出來 不是吧 怎麼會被發現 可能剛才我有馬那驚動的正式 先別說這個 趕快帶這個孩子逃吧 可是 我認不到路 剛才是艾斯翠帶我進來的 可 可惡 這下子該怎麼辦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了 還是變回龍身 強行突破吧 正當艙碧要鼓弄體內力量 變回龍身之際 一隻手搭到他肩膀上 哇 恩 來者屬住艙碧嘴巴 在艙碧的耳邊低聲說 別喊 我是娜娜叫我來幫你的 恩恩 你彈他也來的 竟然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那是我的能力 現在沒時間聊天 我們先逃出去 艙碧點頭 背起能沉睡的艾斯翠 跟在莎迪身後 離別前 艙碧回首 看向被求的元獸 以及林胡爾薩格 林胡爾薩格 林胡爾薩格在說話 艙碧雖然聽不到 但從他狗心的認得出 請你幫助我可憐的孩子們吧 沙迪帶著艙碧前進 以暗指的馬娜自成話音 避過 屁過追捕 終於回到規則的據點 太好了 走上平安回來 趕快去找蘭娜傷難之後的部署 之後的部署 沙迪 你怎麼停下來了 我不能進去 咦 為什麼 因為我犯了罪 我愛上了不該愛上的特效 沙迪遠眺西方的彼岸 藍海浮現那鮮艷奪目的栗影 在我沙迪初次見到妖精 為藍色時 藍海立即冒出一個想法 啊 他這跟我狼人北色存在 色塔斑南 鮮艷奪目 永遠成為焦點的中心 也是我最不擅長應對的類型 當時西式妖精雅卡斯一族下任女王的圍藍色 以清善為名 木 佔據規則之地 獅子作為人質被扣押 獅子成為龍中鳥 但圍藍色沒有氣度 穿著華麗的彩服 身中打扮而來 讓沙迪一時炫目 他沒有想過這麼親近這光芒的機會 但向滿西去指派他侍奉微藍色 沙迪聽命前去敲門不應 便推門而入 房間TK一變 只有星月之光投進房內 壓抑的哽咽聲 在窗前傳來 微藍色搖看窗外 熱淚滑落 銀白光潔的臉頰 焦楚而柔弱 與他高傲的姿態完全相反 他在哭 我以為他那麼強大 是不會哭的 是誰 我 嗯 沙迪的畫被頭指過來的書本所打斷 書腳在他額頭上畫出一道傷痕 一道傷痕 心血流下 大膽 是誰容許你進這房間 實在很抱歉 我是奉夏瑪西大人 執迷來侍奉微藍色大人 哼 什麼侍奉 根本就是夏瑪西派來監視我爸 除了離開森林之外 只要是微藍色大人命令 我沙迪必會竭盡所能完成 喔 那給我跪下來親吻我的腳吧 遵命 沙迪雖然不明指令的意義 但依然順從之請 他跪下來以右手捧起微藍色的左腳 俯手虔誠力將唇印在其上 啪 在嘴唇碰到肌膚前 微藍色用力傷了沙迪一巴掌 雞的濃顏 軟的通孔 激動的大喊 你這傢伙 真的一點羞恥心都沒有嗎 這就是沙迪和微藍色的故事的開端 沙迪以為人一直相關在微藍色身旁 可是機械層的封閉動搖這個事實 正往微藍色的主人潛入 潛進規則具體來找他 到底是什麼回事 為什麼母親大人和其他同伴 會被困在機械層裡 流氓地下還因規則向瑪希的要求 帶著我的人展示前去機械層 打算駐規則走走摸摸 但聽說機械層的領袖 會阻止對方而不許啟動封印 把整個機械層封住 這怎麼會這樣 現在現場的主人都很不安 我覺得殿下應盡快回去 最無妥當 回去 既然流氓地下和向瑪希已經不在 那殿下也不用真所約定留在這裡 而且失去領袖的規則也陷入混亂 防守不一定重險 真是逃跑的好時機 我終於可以回去 我應該覺得高興才對 不 我不可以為了私情而令的一族 你說得對 我必須要回去 為了一族的安危 那我們走吧 這還沒被發現前 嗯 藤蔓打開窗戶正想探生出去 卻被一隻火箭灌穿身體 現好來得及死 不然 就被可愛的妖心女王逃跑了呢 各種恩里的田校走進房內 青頭就很交之 微藍色無法壓抑怒火 鼓動力量 一瞬間整個房間攬上妖艷的聖藍 溫度能即降致營下 尋常生活在這個環境下 畢竟僵硬的動不了 但微藍色則相反 在這個環境下 他活動自如 他拔出藏上身上的刀 衝向恩里兒 那攻擊來得過於突然 讓恩里兒防備不及 臉頰被割傷 顯勝出來 哎呀 被傷到了 可不可以是嚇了那女王 很厲害喔 真的是這裡只有你一個而已 圍住他 隨著恩里兒的爹賀 房間的天花板被整個砸爛 五名帶尾戰士叫進來 重重包圍微藍色 同時恩里兒凝聚火元素 壓縮成箭矢瞄成微藍色 我躲不過人嗎 木星大人 女兒我就來陪你了 微藍色避上栓木迎接死亡 但預期的痛苦落空 卻而帶也是熟悉的溫暖 沙迪 快 快逃 沙迪帶微藍色承受攻擊 渾身被火箭所燒的焦黑 雨滴便無力倒下 微藍色趁帶有戰士反應不及 轉身衝向窗邊眾生一樣 沙迪間便消失無蹤 唉 還是逃掉了嗎 嗯 算了 反正他們一直弱得很 早一天把他們全殺掉變成 恩里兒大 請問他怎麼處理他 代表上次指責躺在地上奄奄一起的沙迪 恩里兒漂亮和異眼仰起甜點笑容說 把他廢棄便可以 和平常一樣 掉到地底吧 遵命 代表上次躺起沙迪 打算前去丟掉之際 一名律法的青年上前擋住 這些出火就交給我來做吧 可是 請放心 我一定辦得吐魯蕩蕩的 那好吧 在娜娜的堅持之下 代表上次把沙迪交給娜娜 便離開了 娜娜扛著沙迪走出去點 但他行動的方向並不是用來廢棄的地底 而是用來長生的石洞 唉 數字上很重 救不救的火都是個問題 唉 我只能盡力了 能否活下來就看你的意志了 結果殺你意志 暫時剩的傷患 但因為反抗的規則 變成無家可畏的代偶 一直在暗處支援娜娜 這 就是我所犯下的罪 什麼犯罪 你只不過保護了所愛的 唉 對啊 你不是很愛那個叫微藍色的妖精嗎 下次見到他的時候 把自己的心情好好說出來啊 哇 還能再見他嗎 當然 有我在 我一定有解放你們帶我的 你給我等著 參與抱著艾斯瑟回去找娜娜 並把從林胡爾薩格得知的資訊告訴娜娜 什麼 那就換戰艦要對我們做這種手腳 在做任何行動之前 首先要消除那些植入裡面體內的術士 不然做什麼也沒用 可是 那怎麼樣才能消除得到 這 這我也不懂 我們出不到 那找人解除的傢伙來不就成了 蘭娜 我們到底想 你們到底想在說什麼 我打算把我們創造的傢伙 拐一走 讓他們幫我們解除術士 欸 正動到的房間內 規則經過正專注觀察於術士內的生物反應 這次床長敲門的聲音 請問大人 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 沒關係 進來吧 激壓一車門被推開 蘭娜走進來了 攻進彎腰行李 金骨 金骨指的蘭娜 請沒弄也打量一番 你是 戰鬥主帶偶的藍天 是 我是蘭娜 金骨大人 啊 我想起來了 抱歉抱歉 他還是一樣那麼古怪 明明身為規則 就會向你帶我道歉 和其他那些 嘴高氣 嘴高氣氧的規則完全不同 算了算 現在沒時間去研究 趕快照計劃行動吧 金骨大人 恩尼爾大人有事找你 請你跟我來 恩尼爾 怪了 他剛剛不是才來過嗎 他到底找我有什麼事 實在很抱歉 恩尼爾大人沒有交代 恩 唉 沒辦法啦 你帶我去吧 金骨的宗旨術士啟動 整天好遺容後 和蘭娜移開房間 結果蘭娜表現如常 但掌心卻因緊張而不斷生寒 差點以為會穿幫 好吧 暫時第一步順利 蘭娜帶著金骨移開規則的距離 走進偏僻的森林裡 其中還難養的金骨 開始感到疑惑 喂 蘭娜 你沒弄錯嗎 是蘭娜 經過大人 恩尼爾大人就在前方 然而 引見他們是一名黑髮的青年 欸欸欸 我可不記得 恩尼爾是個男性啊 你就是創造大有的規則經過吧 所以 這是蘭娜設下的陷阱 這樣也太死壞了吧 得好好調教伊凡 結果毯子的鼓動力量啟動術士 綠色的瑪娜化成封刃 席向蘭娜 然而 一道龐大影子擋在蘭娜圈前 輕鬆擋下金骨攻擊 你那些攻擊都沒有 事實上的話 就乖乖束手就擒 你也是我那麼一組 哎呀 真傷腦筋 我可不擅長上座的術士 這樣擋下去 我一定會輸 沒辦法 我唯有投降 金骨爽快地坐下 舉高雙手 私意投降 這迅速的辯解 使蘭娜露出複雜的表情 總之 快說出解除 直入我們恐懼的方法 哎 為什麼我們也會知道 哎 也乃是想闖進牢房的這裡你們 你們從靈活的薩格 得知這些情報 廢話少說 快解除 快說出解除的方法 不然 別怪我們不客氣 我不是不想幫你們 老實說 我也蠻討厭現在的狀況 歸著一面倒優以待 這也太無趣 你 真的很奇怪 我就把他當作讚美收下 總之我並不是你們的敵人 不過呢 恩利爾不信了我 他已經把術士更改 現在連尾也不知道怎麼樣解除 可怕的女影子 那現在要怎麼辦 既然他已經知道你的事 那就不能放他走 這 這當 蘭娜猶豫自己 一道身影匆匆前來 蘭娜蘭娜 糟了 一輩子他要處心 什麼 一輩子可是戰鬥者最想帶 喔 而且還受到規則 因其而寵愛 怎麼會 先回去看吧 那這傢伙怎麼辦 交給我來處理 阿薩 蘭娜話音未完 沙裡以無聲站在金固的背後 出現並給他引起重擊 將金固急暈在地上 你們快去吧 我會守著 那就拜託你了 在規則的聚地諾娜廣場裡 帶偶少女伊貝斯被綁在平台中央的目柱上 被朝夕而來的帶偶們 聚首與場內面面相去 對眼前的狀況感到疑惑 這時規則恩利爾登上平台 面朝台下的帶偶 養起親切可能笑容 晚安 今天叫大家還是要告訴大家 你們當中出現了壞孩子 沙裡爾 鄰居瑪娜 紅色瑪娜化成利潤 割開伊貝斯的衣服 露出她隆起的腹部 代表著一個新生命 佔她的肚內成長 贈上組的伊貝斯違反規討 與她則有越過所需的關係 她肚裡的生命都是證據 我要讓大家看清楚壞孩子的下場 沙裡爾來到伊貝斯面前勾起對方的下巴 前下柔聲細數 像惡魔的細語 來,我可愛的伊貝斯啊 快告訴我誰是這孩子的父親 這樣我可就沒那麼生氣 然而伊貝斯沒有回答 只是用那雙銀亮靜姐的鬆猛指示恩利爾 這雙帥子惹來恩利爾的怒力 她粗暴揍出伊貝斯的臉角 把臉湊進過去 別以為能反抗我 我命令回答我的問題 恩利爾的話語啟動直入在伊貝斯體內的素勢 龐大的恐懼在伊貝斯肯定擴散 她全身站著無法支持 眼前的恩利爾有如高雄般死他畏懼 這一切都落入衝跑來觀賞路口的男藝女眼中 伊貝斯 這樣下去還會崩潰的 沒辦法了 雖然暴露身份 但怎麼可以見識不救 蘭娜的艙壁與艾斯萃跑到戴偶群內 與當中數十名戴偶將化眼神 正打算在恩利爾專注於伊貝斯之氣上台 但下一刻他們動作全數被動止 因為恩利爾的話 我命令說戴偶全部不行動 這是 恩 蘭娜 艾斯萃 艙壁浮起蘭娜 卻被對方的重量壓碟 但對方已經說不出話來 只能不住地暫投 恩利爾沒發覺 疊住在地上的艙壁 能把有繩子 也能投放在伊貝斯身上 怎麼可以那裡破壞的好事 來伊貝斯回答我 我不會告訴你的 即使因恐懼而死也不會 是嗎 恩利爾笑了 那抹笑容不再甜美美好 而是帶著前所未有的魔性和慾望 他舉起有寶石要經所做的利劍 指向伊貝斯 那麼 就連頭臉肚裡的側面去死吧 不可以 我不能修著旁觀 他被鼓洞的力量變回隆身 俯衝台上 把伊貝斯叼走 文龍一族 哼 文龍一族 別以為能拷得掉 恩利爾招手 十數名歸者從各方湧來 並打算放多數字 然而這些被台下帶有主子 是娜娜和艾斯萃 以及他們所說來帶我們 快點 別管我們 可 可到一輩子走 上面活手看蘭娜 內心知道蘭娜的話是對的 我一定會回來救你們 所以 別放棄 別少看我們 我們才不會輕易認輸 蘭娜揚起霍人的笑容 即使無法遠遠交談 但他們堅持擊敗 也讓他明白對方的心意 上面忍耐著傷痛 找出國慈悲偶趣 難啊 想不到你們竟然背叛我們 我們 我們只是認清你們規則 不是崇高尊貴這些事實 是嗎 你還是這麼天真 看來 我要跟你上一課了 恩 他好像很痛苦 已願意歸走距離 現在降落應該安全 先看看他的狀況 蘭娜在湖泊旁降落 輕輕地把狗中的伊貝斯 放到地上 未免引來注意 蘭娜變回人生 蹲下服侍伊貝斯 他捧起隆起的腹部 痛苦的抑鬱 引起都 救我 引起都 好像在哪裡聽過 蘭娜對他思索 卻被伊貝斯尖略的痛苦所嚇到 好 好痛啊 這 難道他生孩子了嗎 這下怎麼辦 等等 有誰要靠近過來了 樹林 存在西西生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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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奇都 欸等等 陰奇都我想起來了 蘭娜提供伊貝斯受到的英明規則所寵愛 那規則就是叫陰奇都 嗯...你說的沒錯 我就是規則陰奇都 陰奇都來到痛苦的伊貝斯面前 呼吸他讓他躺在自己的膝上 或許感到熟悉的氣息 伊貝斯的陣痛似乎止歇 眷疾而睡著 陰奇都伸手撫摸他的臉龐 雙猛帶著急症的依戀 他嘆息想要哀悼世上的無奈 是為親手撫移他成長 我和他既是婦女 婦女 亦是情侶 滿芒草的草原 平坦大地鋪滿流動紅彩的管道 青年因其都安詳地躺過在芒草中 微風吹符把青年的意識帶回去 他還在遙遠故鄉的時光 那時他被所有疼伴認為愚昧不能而不被重視 但他並沒有感到失望或傷心 更覺得這樣活著自在 因為這樣他就能進行自己感興趣的研究 這天他與沙漠的彼端 檢視在星河收獲得來的精子 各台室內所蘊藏的瑪納 恩利爾 你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為什麼每次和我見面都要摔倒 好喔 有結果的話我會跟你說 不過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吧 你其都和恩利爾相似而笑 他們之間有地上者無法介入的默契 關於重建建構記憶的正式 我還有數個沒有把握 想讓你幫忙看看 你這個天才怎麼會問我這個窩囊廢啊 殷其都才不是窩囊廢啊 其實你比我還要厲害得多 不過現在引起你的熱情 凡是你渴望別人盡全力去追求 不是嗎 殷其都想回來 隨便裝入耳內的自嫩呼喊驚醒 哇 應該小孩子吧 殷其都從睡夢中甦醒 見到一名顏問八歲的女孩在她面前摔倒 理夢中的恩利爾重疊 她正想伸手扶起那女孩時 一名千年所盡 是最近受夏馬西所重視的規則的金固 道歉 好像達到你的五歲呢 雖然金固再道歉 帶著王位的表情 讓這道歉變得廉價 不過引起都沒有放在心上 她的心思全被眼前女孩所佔據 金固對引起都的反應 勞富趣味主動說 她叫伊貝斯 是十四天前製作出來的帶偶 她用的是恩利爾生命的排序 你猜得沒錯 可你這麼刻意發現得到 難怪恩利爾會找你一起來探索起源 引起都對金固的讚美 是諾無睹 蹲下去丁 丁撈伊貝斯 金固 我想用她 不行 每個帶偶都被記錄在岸 被夏瑪西知道 我和你都沒命 放心 所有我會還給你 等在這之前 我負責教育她 好吧 既然這麼堅持 我每七天會來幫她加速成長 那她就交給你了 金固洋洋手並離去 草原指餘下櫻齊度和伊貝斯 伊貝斯天生裡看著自己對視的櫻齊度 跟我一起回去 好不好 伊貝斯扶上伊貝斯柔韌的臉頰 柔聲韋 伊貝斯好奇打量者伊貝斯 然後掌握純真的笑容 好 好 可是伊貝斯失望了 伊貝斯對宿舍的理論和運用都遠遠不如恩利爾 不但如此 在經過進行強行加速的成長後 伊貝斯發燒跟他伊貝斯覺得麻煩 打算送她回去 可是 伊貝斯 想驚喜的睡著的伊貝斯 他走出房間 走出房間 見到伊貝斯掉落沙發 痛苦喘息的 他把伊貝斯抱回沙發打算回房 下一刻 伊貝斯阻止他 伊貝斯再度滑落沙發 這 沒辦法了 伊貝斯懊惱地抓頭 抱起伊貝斯放到自己床上 同時躺下去 擋住他滾下床 伊貝斯 伊貝斯 你在 太好了 你身體不適 快點睡吧 突然伊貝斯 撐起身輕微伊貝斯的臉角 他感到出惡 拉開他 你 你在做什麼 別胡思亂想 我不會丟下你 不好意思 剛才按太快了 沒看到 好 因為答應了伊貝斯 伊貝斯 伊貝斯指得繼續指導他 帶來伊貝斯 進行首次的實戰練習 結果讓他激焉 儘管擁有恩利爾的生命排序 但他和恩利爾不同 是完全相違的個體 他擁有恩利爾 所以缺乏的是 戰鬥天賦 曾經於驚訝中的伊貝斯 而疏忽對周遭的警戒 命格明發現 身後有隻兇手靠近 正張大口 推向他 看到被 咬至血肉不止的伊貝斯 伊貝斯 伊貝斯 伊貝斯感到憤怒 啟動正式 凌聚瑪娜攻擊兇手 把他擊飛至遠方 伊貝斯 伊貝斯 太好了 你平安無事 受傷的是你 痛嗎 痛 但是如果看到你受傷 我這裡會更痛 比起自己受傷難受很多倍 可以保護到你 我會很安心 伊貝斯 內心感到無名疚痛 近不住身手緊握伊貝斯的手 那份溫暖治癒的伊貝斯 他撐起身體 輕輕吻上伊貝斯的臉頰 這次吻沒有善事半知的 卻跟伊貝斯的內心燒焯起來 那也只殘留在伊貝斯的空缺被填滿 使他沉睡的心開始跳動起來 眼前的景象變得鮮艷奪目 正在一役後 他們的距離逐漸拉近 他把自己所擁有的知識 請郎享受 把最尊重的寶物分享給他 只要他能夠幸福快樂 伊貝斯的心也滿足 那時的伊貝斯 並不明白這份情感的名字 直至那一夜 一早起來 伊貝斯便見到伊貝斯趴在桌上痛哭起來 伊貝斯 你怎麼了 伊貝斯 我可能就快要死了 怎麼可能 你哪也不舒服 伊貝斯認真理問 但伊貝斯卻紅起臉來 有一夜好一會兒 才踮起腳 戳到他耳邊輕聲說 聽到他的答案後 因其路震了一針 然後輕刻一聲 努力搜尋過去的知識 那是代表你身體已經成熟的象徵 雖然規則身體能保有繁殖系統和能力 但經過多次的進化 已把大部分的信徵淘汰掉 所以也因其路也不太懂如何處理 便換來金顧幫忙 對方派了一個女規則知道伊貝斯處理事情 事情解決以後天色已經黑了 今天你也累了 早點睡吧 尹取度 我還是很怕 今晚可以和你一起睡嗎 只有今晚 OK好快轉 伊貝斯很快被入睡 呼出平穩的吐息 因其路的意識也逐漸模糊 快要睡倒時 因貝斯卻翻身鑽進他的懷裡 柔軟的觸感以及香甜的芳香 刺激因其路的神經 他想到體內有股莫名的躁動 全身的血脈開始沸騰 尖叫施工的衝動 使他狼狽逃離船舶 跑到浴室 跑到浴室以冷水鈴聲 剛才是 情欲 不 怎麼可能 我對伊貝斯 我對他 我是怎麼看待他的 因其路在那個晚上發現了這個問題 並在不久後得到答案 伊貝斯最後也是成長 並參與了戴偶的測試 為了安排戴偶的工作 曾經提的戴偶都必須接受一人算測試 也確認起能力素質 當中最優秀的戴偶會被挑選成 戰鬥隊伍內獲得最豐富的資源配給 伊貝斯以壓倒性的勝利 取得成為戰鬥隊伍的資格 結果還沒宣布 因其路便離行 跑到戴偶們的備戰室中 因其路我戰勝了 這樣就能成為戰士 保護因其路了 伊貝斯而上的傷口還剩了血 手合腳滿步遇傷 但臉上的笑容 一如初次見面般天真而無險 因其路只有無盡的後悔 為什麼我會叫他戰鬥 我明明只想讓他永遠無憂地笑 我只想他一直抱我身邊 我深深愛著他 因其路激動地把伊貝斯懶怒懷念 用力暴擊 都埋進他上發花香的法師裡 尼南 我要拯救你 無論用什麼手段也好 過去的片段消散 回到現在 因其路兩手直視倉壁 讓目弩如矩 使倉壁動容 他真的很愛伊貝斯 那份情感改變了他的內在 為了創造讓我和伊貝斯 能官名正大存活的世界 我必須要打倒放下深重罪念的同伴 所以 請讓我加入 遙古的戰士 在錯綜複雜的因果下出現了變數 一將狀況推至白熱化 沒記錯的話 這一關應該是最後一個 戴歐祭司的關卡了 故事關卡 好 好 這是錄了 喔 錄超久了 革命的難言 應該是最後一個 故事劇情 所以應該 應該是還有啦 這邊都是 S刷 喔 S刷 S刷都還沒打 有三個S刷 我還沒打 然後 看起來就是還有後面的劇情啊 那之前的 遙古儀杯 我就沒有錄了 大家可以繼續看 可是我覺得恩利爾轉變有點太快了 恩利爾之前 都知道像馬西要做什麼事情 他都看在眼裡 但他還是繼續幫他 而且還變本加厲 我覺得這轉變有點 太快了 因為像馬 恩利爾應該只是為了研究 才幫像馬西啊 怎麼會變成 跟壞人一樣 在 就是殘害這些帶我們 OK 好 那 最近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會喜歡這個 神魔之塔 大火祭司的劇情部分 我覺得神魔之塔 到後面這邊的 故事劇情越做越好 之前都真的都蠻爛的 好啦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劇情的部分 好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追蹤我IG FB 然後記得按下訂閱 Youtube的訂閱按鈕跟鈴鐺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能收到通知囉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拜拜